尽管雨下不停 但基隆火車站南站出口 卻充滿溫情 慈濟志工動員百人 協助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建黨救人 不少民眾玩起袖子 捐出10cc的熱血建黨 給交集等待骨髓移植的家庭 帶來希望 來參加骨髓怨血活動 希望能夠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就覺得這活動是可以救人 而且是有意義的 那如果真的有機會配對到的話 那就代表真的是 有人需要被我們來拯救 那當然就是義不容辭 一定會去做這個取樣的動作 以往都是在慈濟園區舉行 這一次走入人群 透過宣導讓更多人 加入建黨救人命的行列 造血幹細胞 現在有6萬8千多個病患 正在尋求配對 而且每一年 我們都希望在各區 有宴血建黨活動 宴血建黨活動 主要是希望讓資料庫的人 越來越多人來參加建黨 建黨活動越來越多人 我們的血癌病患 它就有多了一線的希望 投入造血幹細胞捐贈宴血活動的高秀鳳師姐 30年從前置作業到現場進行都親力親為 實際上這個活動已經宣導好幾天了 在這邊量血壓就從14、17、20幾就在這邊量血壓 白天各定點就在車子的站牌 公車站牌、晚上夜市等等去宣導 多一個人響應就多一個機會 如果您也想加入建黨行列 卻錯過機會沒有關係 歡迎您上我們所有的網站 慈濟網站預約建黨 各區的關懷小組都會跟你聯絡 也會跟你解說 然後也會把你愛心抽石兮兮的選 建黨資料庫 捐隨救人無神己身 感恩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